所以我們剛剛其實主要透過錄製聚集 錄完之後的話 它會在聚集裡面產生你錄製的這個名稱 當然如果你錄錯你就NG重來 重錄把它蓋過去就OK了 最後再把它增加兩個按鈕 最後我是建議如果你錄完之後 你想說老師那我沒有寫到程式 程式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找到這個聚集 這邊有個編輯有沒有 你也可以把這個 你剛剛錄下來的程式做個簡單的編輯 有沒有編輯不是執行 那其實如果你按下編輯 它其實一樣會跳到這個Visual Basic 其實程式在哪裡 就是Visual Basic 那兩個方法你可以按編輯 它會跳Visual Basic 再跳到這裡 或者是你直接怎麼樣 直接去開Visual Basic也可以 兩個方法不是都一樣OK 那首先大家看一下 到底它幫你產生什麼樣的程式 首先第一個我把這個放大一下 我習慣是把Visual Basic稍微縮小 然後放在中間 浮在Excel上方 為什麼要浮在上方 因為背後我可以看到 到底它程式做哪些動作 你可以把它移到比較偏右邊的地方 然後這邊可以調整一下 那首先的話 這個Visual Basic裡面 它錄下來的程式 第一個它的結構一定是 第一個它一定會有個模組 OK有沒有 那模組裡面你想說 那剛剛錄下來的程式在哪裡 其實就是放在Sub裡面 有沒有Sub 然後名稱叫刮鬍自串 頭在這裡有沒有 尾巴在哪裡 尾巴在End Sub 所以第一段程式就在這裡 Sub刮鬍自串有沒有 然後End Sub 那第二段在哪裡呢 第二段在下方 Sub清除聚齊 然後End Sub 所以兩段結構基本上是長這個樣子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將來 當你要錄到自己寫不用錄的話 也是一樣 一定是個Sub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結束的地方一定是End Sub 那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字實在太小了 所以習慣一定會工具選項 然後把那個撰寫風格 把它稍微調一下 調成14號字左右 按確定 字放大一點點 看起來比較舒服 那再來的話 上方這邊有單引號開頭 都是什麼 都是所謂的註寫啦 不過它上面好像有幾個單引號 這個我覺得有點多餘 我喜歡把它Delete掉 那Delete掉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覺得有必要 一定要做什麼 所謂的自己的註解 那如果你假設 剛剛我們錄的動作有三個嘛 那比如說第一個 我游標放哪裡 我習慣是單引號開頭就註解 然後第一個動作的話呢 我是先把游標放在B2上面 所以我把游標放在B2上面 把它打上去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以打 將 B2儲存格 類似打這樣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敘述的話 開頭一定要單引號 那再來的話 就是你第幾個步驟 後面的話 這個敘述你可以自己打 打你自己看得懂的文字都可以 不見得一定要跟我一樣 那底下的話 就是你錄下來的程式嘛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不用錄的啦 你自己打個也可以啊 那儲存格在這個VBA裡面的話 它叫Range物件 裡面的話就是放一個B2 點Slates的話就有點像一個動作 把游標放上去啦 所以我游標放在B2這個動作 那寫下來的就是這個 那第二個我做什麼 還記得吧 第二個是什麼 游標放在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然後打個勾 其實就是輸入公式嘛 所以你會發現 它前面會多一個敘述 這個技術叫做Active 目前Sale就是儲存格 那為什麼會有ActiveSale 其實如果你有點Slage的話 意思是游標放在這裡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ActiveSale ActiveSale就是目前 游標放在那個儲存格 那個儲存格 就是ActiveSale 然後呢 點Formula 點Formula就是 我要放什麼公式在裡面 然後後面有R1、C1 用相對位置輸入公式 那公式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打勾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一串 放在這裡而已啦 只是說你可能會不太了解說 為什麼這邊有比較不一樣 什麼R、C、負、E 什麼R、C、負、E 這些訊息 那跟各位講一下 R的話指的是列 C的話指的是藍 那E的話呢 指的是它原來的儲存格位 比如說它原來 它的列在第幾列呢 第二列對不對 藍在B藍 所以如果以第二列跟B藍當基準的話 假如說你列假設向下的話 那就是要加1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假設R後面加上中瓜虎裡面 有正向的數字 正值的話就是向下 負值的話就是向上 OK 所以這邊的話 同一列的話 這個R後面沒東西 那指的其實就是同一列 就這一列 這什麼呢 哪一籃 負一籃 負一籃的話呢 如果向左就負的 向右的話是正的 OK 不過啦 你大概知道就可以啦 這個如果不知道也沒關係啦 因為將來我的習慣 我不太會喜歡用R1、C1這樣的敘述方法 因為實在太難懂了 我自己光 我看這個我都覺得不好理解 所以我的習慣會用 直接放公式的方法 待會其實可以改 好那第二個的話就輸入公式 第三個的話就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應該是這裡啦 有沒有 這個地方 3 那因為剛剛有選了一個範圍 向下填滿 它這邊有填公式嘛 這個應該指的是 Range B2的儲存格 所以這個Selection的話 其實指的是什麼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啦 就是Range B2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要Selection 你用Range B2其實也OK 那AutoFill AutoFill應該知道吧 就是游標放這邊向下填滿嘛 有沒有 那填滿的範圍 Distination就是到哪裡 從B2到B10 所以到B10就停下來了 那底下好像多一行 什麼Range B2到B10 其實這一行好像有點多餘耶 因為我填滿就好了 我幹嘛要把它選起來 所以以這邊來看 這一行是可以把它刪掉 是沒關係的 所以最後做出來 因為這個要打字啦 所以我直接拿雲端 這個名稱直接拿來用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我改完 結果應該是長這樣 OK 有沒有 就是游標放B4嘛 然後游標放在資料邊打勾 然後空點向下填滿 大概就是這樣 OK 那將來的話 如果你們如果作業裡面 有做聚集錄製的話 那麻煩加一下註解 不然我真的看不懂 如果你假設把這個註解拿掉 你看 你看得懂嗎 對不對 如果你加註解之後 應該會更友善很多 有沒有 你突然說 老師我突然看懂程式了耶 我之前同學這樣講 我說你其實不是看懂程式吧 你是看懂註解吧 OK 所以其實加二註解之後呢 可能會讓你有個錯覺 你好像懂了 你好像會寫程式了 實際上好像你是會寫註解吧 所以啦 但是寫註解也是個過渡 有沒有 你慢慢慢慢寫多了 你就越來越有那個感覺了 OK 那清除一樣 三個動作 游標放B2嘛 然後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按Delete 所以這幾個我就不再重複做啦 這個其實也是自己再加一下 有沒有 我把剛剛的這三行錄下來的 加上那個註解之後 其實就清楚蠻多的 有沒有 游標一樣放B4 然後Ctrl-Shift向下 其實錄下來就這樣 Ctrl-Shift向下 然後呢 把它資料Delete 其實是會用一個方法叫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就是刪除掉內容 好 這樣OK了 其實改完之後你會有什麼不同 其實也沒有不同啦 最大的差別是 你比較對於程式上面比較友善一點 你覺得這個大概是 所以以後如果不會寫的程式 你是可以用錄製 然後再拿來做一個修改 是不會有問題的 OK 好啦 請各位先把那個註解加上去一下 那註解加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VBA了 那你說VBA跟那個聚集有什麼不一樣 聚集是錄的啦 那VBA的話呢 就是全部自己寫了 那難的難 當然是自己寫比較難 OK 所以第三個階段是難度最高的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的註解先加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如果我不要錄的 我要自己寫VBA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一樣你們把那個聚集這個 把它複製過來好了 再加一個VBA好了 我希望這邊加一個VBA 所以拖拉 再按Ctrl鍵放開 點兩下改成VBA OK 那VBA的話呢 我希望一樣 按下按鈕 然後它自動幫我把它 執行到這個底下的話 那如果不是用錄的 自己寫怎麼寫 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來看